成都专业柴耳,柴耳即为掏耳朵,古来有之,是柴耳师傅利用各种柴耳工具对耳洞内外进行刺激,使人在缩养和紧张之后获得享受并放松。 它除了有清洁耳洞的功能外,还能起到减压和享乐作用。 民间有三大派活之说,柴耳,捏脚,洗澡一说。 柴耳主要讲的是手法,手法应该做到稳,准。 柴耳的工具是利用高纯度医用酒精消毒,毛刷是利用红外线高温消毒,讲究的是每克一套。 东方博卓的神奇,传统柴耳的魅力,快来试试吧。 成都专业柴耳,柴耳即为抛耳朵。 古来试试,柴耳师傅,使用各种柴耳工具,对耳洞内外进行试试。 能在缩养和紧张之后获得享受并放松。 它除了有清洁耳洞的功能外,还能起到减压和享乐作用。 民间有三大快活之说,柴耳,捏脚,洗澡一说。 柴耳主要讲的是手法,手法应当做到轻,稳,准。 柴耳的工具是利用高纯度医用酒精消毒。 毛刷是利用红外线高温消毒。 讲究的是每克一套。 东方博翠的神奇,传统柴耳的魅力,快来试试吧。 成都专业柴耳,柴耳即为掏耳朵,无来有之。 使柴耳师傅利用各种柴耳工具,对耳洞内外进行试试。 使人在...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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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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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